现在时间9月22号的中午 我们看今天早盘整体市场走出一个震荡性的行情 我们先回看一下今天早盘的分时结果图 我们看今天早盘整体市场走出一个低开之后的冲高回落震荡性的行情 接下来中午收费班上下跌9.55点下跌到0.31% 同时生成值下跌0.57% 以及穿越板值下跌0.29% 对于后市行情咱们来看 我们在今天早评的时候重点强调 靴子落地之后 我并不认为市场会形成一个大幅的煞跌 为什么 因为往往是靴子落地之前是消化利空 而这个消化利空由之前连续几个月的震荡下行 现在逐步缩短到一周到两周这样的时间的调整 发现没有 就是利空的因素的影响 它对于我们市场而言 尤其是情绪方面影响开始越来越短 以及从点位上 其实我们在前期也强调过 也就是9月13号 9月中旬 我们指出了3090点附近 我认为是一个低点 当然抄底的时间几点是在9月的27号 9月1号附近 我们建议进场 其实市场的恐慌情绪 就是有点类似于目前 其实我们在昨天的收片重点强调 为什么会形成缩量 就是杀不动了 对不对啊 好了 整体市场形成一个反弹 这个反弹就是C2那种反弹 我们当时指出了不要当成反转性的行情 再次形成一个下行 目前是一个9月底 对不对啊 好 我们回到2020年的9月底这个阶段 是一个缩量的横盘震荡 然后在11节后 我们看到是一个跳空的大涨性的行情 所以说目前我们的观点仍然不变 指数就是在3090点附近 进行一种横向的震荡 即使在下一周 9月27号 9月28号形成低点 也是在3090点附近 略微跌破 低点形成 整体在11节之后 触发一轮脉冲式的反弹 那么在这个阶段 并不建议投资者割肉了 也并不建议投资者再恐慌了 因为最恐慌的时间已经是过去了 对吧 周四和周五 我们也强调是属于至暗时刻 在本周一 我们也指出了 至暗时刻已过 目前就是震荡 而这种震荡 就是缩量的横向震荡 在下周形成低点 之后再展开反弹 所以说对我们投资者而言 目前我认为磨 磨的是什么 就是心态 往往很多投资者到最后绷不住了 对吧 就像在六月中下旬的时候 很多投资者预期能够突破3700点 突破3500点 甚至上4000点 好像问题都不大 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什么 有一个分析师讲到了4000点 对吧 相信相信的力量 现在还相信吗 对不对 现在可能相信 3000点被跌破 都是大部分投资者的预期 所以目前我们干什么 就是等待市场的一个底部 一定要记住这个阶段是很多投资者 没有信心的时候 你再坚持那么几天 基本上11阶之后 我认为自然而然 就会感觉天已经是亮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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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